大家好,我是南妹 今天教家人们做年夜饭的第四道菜 为什么你在家做的可乐鸡翅不是发黑就是又甜又腻呢? 今天来教你正确的做法 我们先把鸡翅处理一下 放在案板上,用刀打上花刀 两面都要切一下,这样更方便入味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切成片 一段大葱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小盘中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把改好刀的鸡翅冷水下入锅中 加入葱和姜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开小火慢慢的煮开 这样才能把雪末煮出来 然后我们用勺子把表面的浮沫撇干净 这样可以给鸡翅很好地去除腥味 把鸡翅再煮两分钟 然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温水中清洗一下 这里大家要注意 不要用冷水 一定要用温水 这样鸡翅的口感才会更好吃 然后再控干水分捞出来备用 鸡翅非常容易粘锅 所以我们要把锅先烧热了 然后加入一勺凉油 油热以后把鸡翅直接下入锅中 下锅之后先不要去动它 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要不然鸡翅的皮就全掉了 一面煎至定杆质以后 翻面煎另一面 把鸡翅的两面都煎至定杆质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些姜丝 再加入适量的八角 香叶和冰糖 这时候加入半瓶没过期的可乐 再加入半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调个颜色 最后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盖上盖子 开小火焖煮8分钟 可乐的用量没过鸡翅就可以 千万不要放多了 朋友们我每天都用心叫做菜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鼓励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想要鸡翅不甜不腻 咱们可以加入半个柠檬水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的白芝麻 快速的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这小味道 盛一下就上来了 这样做的可乐鸡翅 不甜不腻 真的太好吃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年夜饭的餐桌上 做上这么一道菜 大人和孩子都爱吃 点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